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在巴西利亚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会面 习近平强调两国要保持战略定力 相互开放市场 探讨就农产品 铁矿石 原油等产品建立长期稳定直接的供应管道 香港多区在13号晚上持续有暴徒堵路 大肆纵火破坏 警方做出驱散 拘捕了多人 这区政府凌晨发表声明 指暴徒的暴力行为危及市民安全 对示威者以及暴徒的违法及暴力行为与严厉谴责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白宫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展开会谈 焦点之一是向土耳其出售美制F-35战机 土耳其落实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 以及打击旭北的库尔德武装 令到土美关系跌到了纪念低点 朝鲜国务委员会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 批评美韩计划近期举行的联合空中训练是反朝敌对演习 并且表示类似做法是对朝美新加坡会晤共识的全盘否定 是以恶报善的背盘行为 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仪式13号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行 目前已经有七尊圆明园刘诗授手铜像 通过不同方式回归祖国 其中马首铜像和猪首铜像都是由香港企业家何鸿燊 购得之后捐给国家 建议头条一起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 在巴西利亚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会面 习近平强调两国要相互开放市场 探讨旧农产品铁矿石等基础性产品建立长期供应管道 习近平乘坐专车抵达外交部大楼伊塔玛拉地宫 首持旗帜的巴西仪仗队列队欢迎 习近平跟博索纳罗握手合影随后展开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巴作为东西半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 拥有广泛共同利益 愿同博索纳罗一道 把握好引领好中巴关系发展方向 中巴友好前途四景中巴合作大有可为我们要传承好中巴友谊 坚定信心把稳方向 习近平说双方要保持战略定力要相互开放市场探讨就农产品铁矿石原油等产品建立长期稳定直接的供应渠道 中方支持本国企业积极参与巴西基建促进互联互通推进数字经济新一代通信材料科学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博索纳罗表示巴中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巴中合作对巴西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巴方欢迎中国企业来投资 希望扩大双边贸易 推动更多巴西农产品进入中国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见证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交换 习近平主席在和博索纳罗总统会见中表示 要共同推进中国和拉美国家开展全面交流合作 支持多边主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凤凰卫视蒋晓峰杜伟安林医生 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报道 习近平13号在巴西还分别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在会见普京时强调新时代要有新举措新作为 中俄双方要继续努力结合国际形势发展变化 开拓创新 推动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保持积极健康的发展势头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牢固稳定 不受任何外部因素影响 双方应该继续密切战略沟通 俄方有信心进一步提升双边贸易规模和水平 加快推进欧亚经济联盟 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1次会晤期间 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 继首部金砖国家连拍纪录片的全球首音室 也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 这是首部金砖国家连拍的纪录片 片名孩童和荣耀 以金砖五国足球板球少年追梦为主题 由五国知名导演历史两年拍摄完成 本次论坛和纪录片连拍连播 是金砖国家人文交流的一次创新性尝试 中方是本次活动的发起方 加强人文交流 打造金砖合作的第三支柱 是金砖五国领导人的共识 其名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 多次强调 金砖国家人文交流大有可为 是一项值得长期突入的事业 将使金砖合作拥抱活力 与会嘉宾围绕 拉紧人文交流纽带 助劳金砖合作第三支柱 这一主题展开多角度讨论 金砖五国中俄应巴南 有的彼此之间相距遥远 文化差异大 语言又不通 但是人文交流 可以作为有效的沟通桥梁 拉近人与人之间新的距离 这次论坛是配合金砖国家领导人 巴西会晤的重要配套活动 也让巴西民众 有了对金砖成员国 更多了解和向往 对金砖国家领导人 对金砖国家领导人 在海中的风格上 它们的风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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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些城市 是清新的 或是清新的 或是清新的 比起来的 比起来的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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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城市 都会做到的 记者没有告诉他中国究竟怎么样 而是请这名好奇的巴西人自己去中国找答案 凤凰卫视蒋晓峰 杜伟安 林医生 巴西利亚报道 那有关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更多消息 我们也马上来连线特派记者蒋晓峰来了解一下 晓峰你好 今年的金砖峰会和往年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是的 主播 巴西把今年的金砖峰会主题聚焦在科技创新合作上 这个峰会主题呢就和往年相比有了非常大的不同 因为这已经是显然超越了想对狭隘的这个经贸合作 可以说金砖国家的目标和追求已经是升级 把创新设定为主题也体现出了东道国巴西政府提升产业科技的含量 来推动经济改革的一个决心和雄心 坦率说金砖国家在科技实力上是各有千秋 并非在一个水平线上 比如南非采矿业技术的发展 那么巴西的农业技术发达 五个手指头是各有长短 这个队伍里并非每一个成员都是高手中高手 那么能力稍欠缺的呢 就有机会通过机制来弥补短板 那么同时把强项那做得更强 金砖五国如果能够协同发展 那当然是好上加好是每一家都能够获益的 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方面 金砖国家有希望通过这一届的巴西利亚的峰会 来强化相关的这个合作机制的建设 所以可以认为这届峰会是科技含量很足的一届 创新诉求非常明显 我个人也认为呢 这给金砖未来的新十年呢定了一个调 主播 好的 感谢小枫我们带来的一些新的介绍 另外相关话题也进入今天的陈早点评 让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先生来做一下点评分析 宋先生您好 我们知道中国和巴西呢 作为东西半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 您对于中巴发展前景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觉得中巴之间的发展如果要想做得更好的话 首先就是两国需要对对方的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其实你看刚才的片子里面已经提到了 巴西人可能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是很深入 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没有来过中国 但是中国人对巴西确实是非常的了解 你看中国的老百姓提到巴西的话 想到的就是巴西的足球啊 是足球王国 另外呢 中国的老百姓在看动物世界的时候看的最多的是亚马逊雨林 也就是对这个雨林里面的动物也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就说明我们实际上对巴西还是比较了解 包括巴西的咖啡 可能很多中国人也都很熟悉 这些东西都表明中国人对巴西熟悉 但是巴西人对中国未必熟悉 但是我们知道巴西这个国家确实离我们很远 但这个国家其实是非常独特的 可能大家认为它的农副业确实很发达 包括你看中国希望和巴西在什么大豆了玉米了 包括其他的一些农副产品上 包括矿场上 包括铁矿石等等上开展更多的合作 其实巴西这个国家的工业发展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它的产业配套能力 包括它的工业基础也是非常的健全 这里面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生物燃料 生物燃料实际上就是巴西通过工业化的手段 把一些甘蔗包括大豆等等转化为乙醇 作为整个国家生产 包括国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燃料 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它的技术是非常的先进 和中国之间将会形成在这种绿色能源上的一个很好的合作 其实巴西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你看我们总是在说飞机总是提到波音空客 其实巴西的支线飞机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强 而且制造业也非常的强 而且全球里面很多的支线客机是来自于巴西生产的 但是从巴西和中国的合作来看的话 这里面有很多的互补 巴西的制造业很强 但是它的微电子技术比较弱 那么和中国之间就能够开展很多互利双硬的合作 还有巴西是希望发展航天技术 但是美国其他国家对巴西进行限制 而中巴已经在资源卫星上开展了多次的合作 所以双方在各个领域都能够开展互利双硬的合作 但这个前提我刚才已经提到 要在文化上加强交流 让两国的老百姓更多的认识到对方的一些文化价值观 这样的话才能让两国之间开展更好互利双硬的合作 陈子 好的 感谢宋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 稍事休息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香港方面的最新消息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看香港方面的最新消息 香港的广泛道路到周四仍然是受到阻塞或者是封闭 包括了九龙区的鸿看海底隧道 进理工大学来回方向等 而新界区的吐鲁港公路 进中文大学来回方向等也是封闭 多条地铁线路无法正常运作 东铁线维持红看道大尾之间的服务 运输署呼吁市民密切的留意交通消息 而另外香港各区在昨天晚上 持续有暴徒堵路大肆的纵火破坏 警方做出驱散拘捕多人 在港岛中环 暴徒在日间筑起路障 到晚上约七点半 警方的瑞武装甲车高速驶过德府道中 冲散暴徒部下的逐支阵 速龙小队队员就持枪在车顶戒备 防暴警察和速龙小队 起后在附近制服多名男女 有人双手反绑 再有警员押上警方旅游吧 暴徒晚上也在九龙旺角弥敦道一带 用大量砖头挤杂物堵路并放火焚烧杂物 警方一度释放催泪弹 并出动水炮车及装甲车 暴徒随即往山东街等内街逃走 防暴警员撤退后 大批暴徒又再次聚集 望角地铁站其中一个出口遭纵火 另外暴徒继续在九龙堂晋汇大学外的联合道堵路 并在驻港部队九龙堂军营外的窝打老道纵火 暴徒搬来更多杂物 维持火势 多辆汽车受阻 其后暴徒接近军营 官兵随即发出警告 暴徒立即逃离 红看海底隧道多个收费亭 晚上也遭到暴徒纵火 内部的电脑基建烧到变形 地面留有写着工业电油的铁罐 红碎九龙出入口行车线 被大量杂物堵塞 包括多张塑料椅 交通锥等 车辆无法通过 要折返 至于在新界的元朗 一批蒙面暴徒在大唐路用砖块等杂物堵塞路面 他们又拉起胶带横跨马路 希望阻止车辆驶过 暴徒之后转到元朗大马路 用水马筑起障碍物堵路 并打开大唐路清铁站一个电箱 用液燃液体将电箱烧毁 同时 有暴徒用电锯破坏清铁路轨 大批防暴警员且后赶到 示威者向警员投掷燃烧弹 警方发射多枚催泪弹还击 此外 沙田法院大楼外的花槽 晚上约九点遭暴徒纵火 约两米高的树顶也冒出火光 现场冒出白烟 冯煌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在14号凌晨发表声明 指全港各区连续第三天出现违法示威活动 严重影响其他市民 又指暴徒在不同地区做出暴力行为 危及到市民安全 对示威者以及暴徒的违法及暴力行为 予以严厉谴责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 过去几日在多区有示威者堵路 在列车路轨上堆放杂物 更有暴徒破坏巴士和公共设施 并向在有乘客的列车投掷汽油弹 同时亦有暴徒肆意袭击其他市民 导致多名市民受伤 其中有人现实仍然危待 发言人指出 暴徒的暴力行为更是极为危险 严重威胁普罗市民及警务人员安全 示威者及暴徒罔顾法纪 剥夺其他市民的自由和权利 特区政府予以严厉谴责 而在交通受阻的情况下 特区政府感谢公务员 公共服务提供者 及各行各业的市民谨守岗位 以及体谅雇员的情况 并做弹性安排的雇主 另外 食物环境卫生署一名外判的 70岁清洁工 13号在上水站附近午休期间 怀疑被暴徒投掷硬物击中头部 导致重伤危怠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十分难过 正透过服务承办商 联络这名员工的家人 并会向他们提供一切实切援助 发言人同时对暴徒恶行表示愤慨 警方会全力追查 勿求将暴徒生之以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极端暴力升级 国泰航空公司在13号表示 鉴于当前形势难以预料 取消原定在香港举办的 亚太航空公司周年会议 负责承办会议的国泰表示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 但是香港局势难以预料 因此取消会议 国泰并且也下调了盈利预期 是不到一个月之内的第二次下调 包括日本航空 大汉航空在内的多家亚太航空公司 原定出席周年会议 但是暴徒连日来 在香港多区纵火 投掷汽油弹等 导致多地交通瘫痪 学校也停课 香港中文大学在13号发表声明 对于12号校园发生的连串冲突 暴力及违法行为深表遗憾 并且予以强烈谴责 中大声明当中表示 有责任保障校园内 所有人员具学生安全 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暴力 或者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 任何人士如果意图利用校园 做出违法或暴力行为 大学必须按照既定守则和法律 维护校园及学生职员安全 大学也呼吁职员 学生及各界人士 给予大学时间和空间 让大学尽快恢复秩序和安宁 另外包括中文大学 进会大学科技大学都宣布 本学期提早结束 所有本科和研究生科目 及时取消 直到第二学期开始 换一个焦点 再来关注到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12号在白宫迎接到访的 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 两人其后展开会谈 而焦点之一 就是向土耳其出售美制F35战机 特朗普夫妇在白宫门口 迎接阿尔多安夫妇 双方在门前合照 并且跟媒体打招呼 随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 跟阿尔多安展开会谈 同场的也有国务卿蓬佩奥 以及五名共和党参议员 焦点之一 就是出售F35战机的计划 土耳其落实购买 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 以及打击旭北的库尔德武装 都令到土美关系 跌到近年来的低点 不过特朗普在会谈之前 仍然说双方是很好的朋友 朝鲜国务委员会发言人 在13号表示了谈话 批评美韩近期 举行的联合空中训练 是反朝敌对演习 并且表示类似的做法 是对朝美新加坡 会晤共识的全盘否定 发言人表示 朝方已经明确表态 美韩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 将会成为激化半岛形势的 主要因素 而朝方对此深表忧虑 并且要求停止这一行为 但是美韩不顾朝方的屡次警告 依然决定在敏感时期 进行反朝敌对军演 将进一步引发朝鲜人民的愤怒 挑战朝方的耐心 朝方也根据同美方的约定 终止了美方忧虑的多项举动 但是美方坚持用老方式来对待朝鲜 并且不断地举行联合军演 等敌对军事行动 这些做法是以恶报善的背叛行为 此前韩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韩美两军将会在本月中旬 举行空中联合演习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 早前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北约正在经历脑死亡 而他的这番话 也震动了大西安的两岸 今年是北约成立70周年 失去前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 北约成员们如何迷失了自己的定位 而又是如何打碎了互信的天平 我们一起来看结构新闻 欢迎收看结构新闻 法国总统马克龙 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采访 他抛出了北约脑死亡的言论 采访当中 他并没有怀疑北约如何 秀肌肉却反问的是 北约的精神和灵魂尚在何处 北约内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离心和失序 这种颠覆性的姿态 动摇了对美国的信赖 马克龙发出的其实是 集体防御还能不能顶天立地的 无奈之问 先来看一看北约的历史 北约全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二战之后国际秩序走进了重建的阶段 70年前美国和其他11个西方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 北约是美苏争霸的副产品 六年之后 前苏联拉上了七个东欧国家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从此拉开了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大幕 北约因为冷战而生 却没有因为冷战而亡 华约解散 前苏联解体 北约却一直活到了今天 北约经历了两大变化 一是扩原 从最初的12个成员国扩大到了如今的29个成员国 二是动武 在冷战中一枪没发 却在1999年第一次参加科索沃战争的军事行动当中 以防止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为由轰炸了当时的南联盟 2001年又卷入了阿富汗战争 这也是北约部队第一次参与地面战争 今年是北约成立70周年 马克龙的这番话在震动了大西洋两岸的背后 其实也反映了他不能把保全压在美国人身上的决心 其实在利益上 北约和美国同性的价值观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特朗普相继抛出的北约过时论和军费责任论 背后反映的是国家利益至上的膨胀 却把支持欧洲的细胞吞噬殆尽 这是去年7月北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合照的瞬间 他们抬头望着不同的方向 其实就算没有特朗普 北约内部也已经出现了 离心陷入了 离不开又吵不停的纠结中 外界不仅要问 这样一个军事集团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70岁的北约尚能犯佛 好 稍时休息 下周回来对您关注两岸3D的消息 稍后见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在巴西利亚 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会面 习近平强调两国要保持战略定力 相互开放市场 探讨就农产品 铁矿石 原油等产品 建立长期稳定直接的供应管道 香港多区在13号晚上持续有暴徒堵路 大肆纵火破坏 警方做出驱散拘捕多人 特区政府凌晨发表声明 指暴徒的暴力行为危及市民安全 对示威者以及暴徒的违法和暴力行为 予以严厉谴责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白宫 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展开会谈 焦点之一是向土耳其出售美制F-35战机 土耳其落实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 以及打击旭北的库尔德武装 令土美关系跌到近年低点 朝鲜国务委员会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 批评美韩计划近期执行的联合空中训练 是反朝敌对演习 并且表示类似做法是对朝美新加坡 会晤共识的全盘否定 是以恶报善的背叛行为 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仪式 13号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行 目前已经有七尊圆明园流失的瘦首铜像 通过不同的方式回归祖国 其中马首铜像和猪首铜像 是由香港企业家何鸿森 购得之后捐给国家 快舟一号甲瑶十一运载火箭 13号的11点40分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02A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的进入预定轨道 而此外长征六号运载火箭 14号的35分 在14点35分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以一箭五星的方式 成功将宁夏一号卫星发射升空 宁夏一号五颗卫星 是宁夏金规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自主投资建设的商业航天项目 卫星主要应用于摇杆探测等领域 宁夏一号卫星和长征六号运载火箭 分别由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318次航天飞行 另一支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 是一款小型固体运载火箭 采用国际通用的接口 主要为低轨小卫星提供发射服务 具有入轨精度高 准备周期短 发射成本低等特点 这是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 今年第二次执行发射任务 极林一号高分02A卫星 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光学摇杆卫星 具备高分辨率 大幅宽 高速速传等特点 卫星入轨后 将于此前发射的13颗极林一号卫星组网 为农业 林业 资源 环境等行业用户 提供更加丰富的摇杆数据和产品服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台湾方面今天也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把画面交给住台北记者蓝静图 介绍一下 静图你好 陈子好 各位观众早安 台湾方面的重点新闻 先来看的是今年10月初 有一名台湾籍男子在香港 抢劫价值400万台币的手表 并在当天搭机回到台湾 但是因为台港之间没有司法互助的管道 港警是无法追捕起诉 就被媒体称为是台版的陈同家案 不过台中地检署追查之后 13号是宣布破案 逮捕涉案的30岁灵性男子 今年10月初一名台湾籍男子 涉嫌在香港持枪抢劫 两只价值近400万台币的名表 随机搭机返台 台中地检署主动调查后 在13号宣布破案 在中台湾台中逮捕涉案的 30岁灵性男子 从嫌犯住家搜出270万元台币现金 以及其他名牌手表包包 据了解灵性嫌犯在东亚 东南亚以及大陆地区 至少犯下4件以上的抢劫案 不乏所得超过千万台币 他会利用今天前往该地 然后明天抢完之后 立即就直接驱车 前往这个机场来逃逸 也因此造成他能够 在很短处的时间之内 逃回国内 而没有被这个犯案地的 国家警政单位查契到案 灵性男子目前依加重强盗罪 遭到羁押 但从香港抢劫的两只名表 回台后典当嚣张 少了犯罪事证 加上台湾香港之间 没有司法互助管道 台湾警方呼吁 受害香港商家 可以跨海到台湾提告 提供更多市政 台湾检调单位将依法侦办 凤凰卫视 卢冠飞扬文上台北报道 今天台湾报纸的焦点 来看的是联合报 针对12号香港中文大学校园之内 发生的冲突暴力违法行为 中文大学宣布本学期 及时结束 台湾的驻港办事处就立即到学校 接台生返回台湾 已经确定有登机的人是71人 另外有41名台生是自费返回台湾 台湾的陆委会就表示 在香港的台生一共是有1021人 其中在中文大学的有303人 根据统计资料 从13号到14号已经有超过280名的 在港台生回到了台湾 那么接着继续要看的是联合报的消息 聚焦和2020大选合并举行投票的立法委员选举 国民党在13号的中常会上是通过了 不分区的立委提名名单 但是党主席吴敦毅把自己列入了安全名单之内 引发了自肥的争议 在会议上支持和反对的两方人马激烈交锋 有大批吴敦毅的支持者是聚集在场外声援 吴敦毅在向支持者致意的时候 是一度情绪激动落泪 老泪纵横 但是被媒体问到 不分区立委名单当中 是否大多都是官夫人 吴敦毅则驳斥 一个都没有 接着要看的是台北战今天的采访重点 要锁定的是2020大选 国民党参选人韩国瑜 今天将赴党中央来召开记者会 公布他进逐大位的主视觉设计 由于党内目前因为不分区立委的提名作业 让派系斗争是再度的浮上台面 媒体也将持续的关注 韩国瑜会如何表态 另外亲民党主席宋楚瑜13号 是宣布要投入2020大选 加上国民党和民进党 呈现三方对决的态势 宋楚瑜表示将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合作 亲民党就将在不分区的立委提名名堂当中 提名郭台铭的人马 今天宋楚瑜就将带着他的副手 一同到台北的孙中山纪念馆 向孙中山同向献花致敬 媒体将聚焦他和郭台铭的合作动向 相关消息 我们台北站都会持续关注 接下来时间再交还给称子 好的 感谢净土为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接下来一起看看最新的财经消息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13号出席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听证会时 重申在今年连续三次降息之后 利率可能会维持不变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天在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听证会上 向议员表示 目前货币政策在一个好的位置 如果经济前景与联储判断保持一致 利率将维持不变 鲍威尔当天也指出 负利率在当前环境下肯定不合适 我们看到现在的金融政策的角度 可能会保持合适 只要到国家的资料 鲍威尔表示 美联储的经济基准前景仍然有利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联储为支持经济而做出的政策调整 但这种前景仍然存在值得注意的风险 当美问及明年的货币政策路径是否也将保持不变时 鲍威尔重申 只要经济保持正轨 货币政策将保持适当 凤凰卫是王佑佑 白帆 华盛顿报道 那您看到一个新闻现场 现在是金砖国家的领导人及夫人 正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 出席巴西总统伯索纳罗 所举行的一个欢迎宴会 我们来看现场画面 那现场是有乐队 奏起了交响乐来对各个领导人进行欢迎 这个场晚宴的地点是在巴西的外交部总部大楼 伊塔玛拉地宫 而出席晚宴的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巴西总统伯索纳罗 俄罗斯总统普京 印度总理莫迪 以及南非总统拉玛胡萨 这次是由中国 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南非五国领导人 出席的金砖国家峰会 13号和14号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 会议的主题是聚焦科技创新合作 同时也还将探讨刺激投资地区局势等议题 另外在稍早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西总统伯索纳罗 已经举行了会谈 会谈时习近平就强调 说中巴要相互开放市场 就农产品原油等基础性产品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渠道 另外习近平在早些时候还分别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在会见普京的时候也强调了 说新时代要有新的举措 新作为 中俄双方要继续共同努力 结合国际形势发展变化 开拓创新 推动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 保持积极健康的发展势头 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美国股市的最新情况 美股在周三是涨跌互线 迪士尼大涨了7% 推动道琼斯工业指数创了新高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货币政策适当 暗示美联储近期可能会按兵不动 市场也继续关注国际贸易谈判 来看具体数字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爆27783点 涨92点 涨幅是0.33% 纳斯达克指数收爆8482点 跌3点 跌幅是0.05% 标普白指数收爆3094点 涨2点 涨幅是0.07% 详细我们来看驻纽约记者发挥的报道 我们来看星期三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三早是开盘式下跌低开 随后全天市窄幅反复收盘式三大指数 涨跌互进做收 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和标准Pro500指数 纷纷小升 但是创了历史新高纪录 而纳斯达克宋和指数则是小幅下跌做收 那么市场人士呢 在星期三首先关注的是联邦首席局主席 在国会山庄就美国经济每半年进行一次的停证会 那么鲍威尔在这个会上表示 对目前经济状况进行肯定 同时还重申 如果经济稳定的话 货币政策前景应该会保持不变 所以投资人认为这也是在投尊预期的这个当中 所以呢没有不定因素出现 所以市场对这个消息可以说是进行一个正面解读 另外推称道指出现走高的还是个股公司相关 那么首先是迪士尼娱乐集团公司大幅上升7.4% 成为道指当中升幅最高的一个个股 主要是该公司在周二推出网上直播节目服务之后 到周三仅仅一天订户就大幅上升到1000万户 所以投资人看好该公司今后的盈利前进 行业类股当中能源和这个消费 还有工业金融原料都成年下跌 其他类股基本上是债幅走高 投资人还要在星期四继续关注联储主席的停证会的状况 总来说星期三市场还是充满了神 神观望的心态 三大指出全天反复震荡 涨跌好险坐手 以上是星期三情况 凤凰卫视旁者有业报道 再来看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一则消息 美国一个管理将近了6000亿美元资产的联邦雇员退休基金 最先是决定要投资中国公司的股票 将一直沿用的国际基金指数转为MSCI除美国之外 所有国家可投资市场指数 当中也包括了多家受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 不过就有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就说 这样的决定是以蠢及荒谬的 也呼吁国会要尽快通过法案来进行阻止 好 稍事休息 下集回来等您关注其他内容 稍后见 欢迎回来 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3号在巴黎的教科文组织总部 共同举行了长城奖学金设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 长城奖学金由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于1994年共同设立 旨在支持和资助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最部发达国家政府部门 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员到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和研究 25年来 已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703名学生获得资助 庆祝活动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在致辞中就表示 长城奖学金是难能合作的优秀范例 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学术发展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致辞中也表示 长城奖学金项目是中国政府在教科文组织平台 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人才培养合作的开始 并呼吁各国要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加强教育合作交流 2014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 将长城奖学金名额由每年的25人增加至75人 这也让更多的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 我认为我们的UNESCO 我们与传达到这些关系 我们希望他会长大幅 我们很感谢中国政府的中国政府 为了带来这些关系的关系 我们的中国人们的富裟 这些关系我们的富裟 会让我们的富裟 也会有关于乎其他地方 我们的富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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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长城奖学金的受益者 一半以上来自非洲 不仅对参与人员的职业发展 产生了积极影响 同时也对于这些国家 和地区的能力建设 以及人力资源开发 起到了推动作用 凤凰卫视金亮 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报导 圆明园马首同向捐赠仪式 13号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办 目前已经有七尊圆明园 刘师授手同向 通过不同的方式回归祖国 其中马首同向和猪首同向 都是由香港企业家何鸿燊 杜德之后捐给国家 圆明园马首同向 为清代圆明园长春园 西洋楼建筑群海燕堂外 12生肖兽手喷泉中 无马喷泉的主要构建 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 圆明园惨遭劫列分会 马首同向同其他11尊兽手同向 一同流失海外 2007年8月 国家文物局获悉圆明园马首同向 即将拍卖的消息 第一时间表达了终止公开拍卖的坚定立场 此后何鸿燊出资抢救流失文物 结束了马首同向百余年的离散漂泊 圆明园马首同向 为意大利人朗士林设计 清乾隆年间由宫廷匠师精工制作 以施拉法一体铸造成型 历百年风雨而不秀时 展现出极高的工艺水准 是一件非凡的中国古代艺术品 国家文物局经与何鸿燊写上一致 将马首同向划拨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收藏 回归圆属地 圆明园十二兽手 现在已经有七个兽手在市上 已经回到了国内 但是真正的落第一个落脚圆明园 这马首还是第一个 捐赠仪式后 马首同向将与其他六尊兽手同向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上 共同展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12号发表研究报告 指出非法移民问题是美国总统竞选辩论当中的焦点问题之一 美国每年非法移民增加的数量 在过去的15年当中持续下降 报告提到 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人数 在1050万至1200万之间 约占美国人口的3.2%至3.6% 报告援引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非法移民中约495万来自墨西哥 190万来自中美洲 145万来自亚洲 大约三分之二的非法移民 已经在美国生活了10年或更长的时间 只有20%的成年非法移民 在美国居住了5年或更短的时间 报告援引移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62%的非法移民是在签证过期后滞留美国 38%的非法移民是通过非法越境进入美国 在2000年至2007年间 每年非法移民人口数量增加47万人 在2010年至2015年间 每年非法人口增加的数量下降至7万人 在2020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 特朗普总统表示 他将在加强边境安全和收紧移民政策的基础上 继续推动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 以阻挡非法移民越境 在民主党方面 所有进行人都支持为非法移民提供可能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 报告提到 奥巴马总统创建了追梦者计划 旨在为幼年入境美国年轻的无证移民提供合法就业的机会 目前有69万人参加了追梦者计划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2日听取关于特朗普政府废除追梦者计划的公开辩论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反对废除追梦者计划 最终结论将在2020年6月做出 凤凰卫视卫唱陈一秋华盛顿报道 德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城市汉诺威上周举行了市长选举 土耳其裔的绿党候选人最终获胜 而这也是德国第一次经过选举产生 具有移民背景的州首府市长 上周德国夏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市进行了市长选举 根据选举结果 土耳其绿党候选人奥奈伊以52.9%的得票率赢得了选举 从而成为德国第一个具有移民背景的州首府市长 汉诺威新任市长奥奈伊今年38岁 他的父母是在上世纪70年代来到德国的土耳其工人 德国媒体称这次选举结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德国专家认为这样具有移民背景的政客 也将在德国政坛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在德国的大城市 德国筹 tones 19亿的人 两名公共 Beyonce 10亿人 daar 加上后退占了 德国家贵 遮言 也由恃 across AR 德国族 三уг 匹 继弗莱堡 达姆斯塔特和斯图加特之后 汉诺威成为德国第四个由绿党市长执政的大城市 而在此之前 社民党已经在汉诺威连续执政长达70余年 这也显示着绿党正在全德国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支持 尤其是在市民党的国家 世界上的世界上 更多的抗论者说 这些设计没有一个 ideolog性的决定 而是一个执政的局限制 因为黄奸一国的政治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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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东西 为何我们不选择一国的政治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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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一个revolution 而这些国家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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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内政部长索伊鲁在13号表示 德国跟荷兰已经同意 让这两国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以及他们的家人回国 土耳其11号将抓获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带到边境的缓冲区 12号晚上 德国跟荷兰已经确认 接收了身份为两国公民的武装分子 以及他们的妻子子女等人员 索伊鲁对此表示感谢 而土耳其日前已经将两名分别来自 德国和美国的恐怖分子驱逐 并且表示未来几天将会把 另外23名欧洲国民驱逐出境 欧洲多国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 克罗地亚沿海地区遭遇到风暴 也带来了强降雨和洪水 有船只沉没 而希腊部分地区也是受到影响 奥地利就出现了强降雪 克罗地亚里耶卡12号夜间遭到强降雨袭击 路面出现积水 行人汤水前行 在斯普利特 戴克里仙宫的地下室13号也给洪水淹没 工作人员用水管将水抽出 在杜布罗夫尼克 风暴掀起汹涌的海浪 当地游客在风雨中略险狼狈 在马卡尔斯卡 水上停泊的船只随着风浪上下起伏 还有小型船只沉没 当地民众也表示情况糟糕 而在希腊阿尔泰米达13号也出现风暴 凌晨时分 当地天空黑云笼罩 随后电闪雷鸣降下大雨 部分内陆地区和岛屿也受洪水侵袭 至于奥地利多地出现降雪天气 卡林西亚州有市镇12号夜间 降雪量高达25厘米 当局在早晨出动扫雪车清理路面 奥地利还有地区降雪达到70厘米 全国多地道路受阻 多个城镇的学校和幼儿园停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前面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看看世界各地的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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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